說到底為什麼我要去選版主 做這種吃力又不逃的事情 因為第一個地出版主申請的人 砸了永生不久十萬 並在版上不斷地洗文章 以達到申請版主的詩篇文章 從他的言論我就覺得 嗯 地出申請不只是我想反制而已 我也真心認為 版上充斥賣罵還有人身攻擊 POE的無聊 比較文章還有鬧版 我去地出申請只是單純認為 如果只有我們兩個人選的話 那版物群至少也會依據版上紀錄選我 或者是全部駁回 同時我也提出我的管版方針 這是有參考NGA那邊 他們POE跟D4玩家吵架的情況 所示出來的 不要論我對D4的喜愛與否 你覺得我寫的管版方針合理與否 可以自己去思考 當不當得上 真的不是我的目的 我只是希望能夠矯正 版上混亂的風氣而已 某般來說 意義也達到了啦 光靠幾個斷當取義帶風向 現在我跟艾倫沒什麼兩樣 那為什麼我不喜歡D4的系統呢 我還要繼續做影片攻略 不是 你一定要喜歡你的工作啊 所有雙面人格的 我只不過是在我第一部影片 陳實地提出我對這遊戲的第一印象 不過有一次實況精華 我也確實是以一個戲虐 跟朋友聊天的實況風格去呈現 我也老實說的 從來沒有要言上的意思 因為我還會真的繼續玩這款遊戲 而且我裡面也從來沒提過遊戲零分啊 我都說了不考慮售價的話 可以到4到5分 而且我認為這是很多歐美玩家會喜歡的NO元素 如果他今天不叫D4改叫Diablo Online 我覺得會給他滿分 因為他確實達成了他想要的目的 而且一個暗黑IP的NRBG 是很多人小時候的夢想吧 隨後我也在第二部 對D4的疑慮跟系統的不滿補上 你是希望我一面給D4誇到爆 然後我才可以繼續做攻略啊 還是我誠實地講這遊戲給我的感受 但我也講了這遊戲沒有插到我玩不下去啊 到底怎樣的標準才算雙片人 我不喜歡這個遊戲 但我依然可以為他做攻略或是翻譯 我不喜歡那個遊戲 我一樣能夠管理遊戲版 這些事情不能混在一起 公職跟失誤是可以分開來的 至於時光組可不可以當版主 在版規上除了提到遊戲廠商 不可以當版物人員之外 其他是沒有限制的 也有很多知名的時光組是擔任過版主的 而如果你覺得我會想要把版上弄成一言堂 或者是秋後清算 首先版規不溯及既往 其次巴他的版物群不是吃素的 亂管版被檢舉 很快就會下台了 那只是單純把我的名聲搞爛 何必呢 說到底 我在版上發的文章 自從我那部影片發出去之後 我就被BP到爆 這是言論自由的範疇啦 但也不免顯現群眾的不理智的程度 一定要記得 哲你所愛愛你所哲 不要糾結於別人的言論或者是發言 只要你喜歡玩這款遊戲 一切的付出都是你覺得合理的範圍的話 那沒有人能夠影響你 你就是最後的贏家 不論正方反方都要記得 是我們對抗暴雪製作方 而不是我們互相敵視 透過輿論壓力才可以讓遊戲越變越好 最後如果你看到這裡的話 謝謝你聽我講話 有什麼想要比讚的 請在下面留言 我是我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等於是讓你們支持啊 Kil Hisции ungkin 我只要見到你 punya responsibility 是 собир方